这两个按钮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这个按钮一样 所以将来 如果你们要写什么功能的话 但按钮不一定每次都要做 但是你要有一个step 也许你将来可以 把那个sop写下来 step1 就怎么样呢 先切到什么呢 visual basic 1 2的话做什么呢 先把这个visual basic先缩小 然后呢 2的话呢 请你在什么 在这个 模组里面 这个应该是这个 我们是 所属单位查询 所属单位在这里 就这个ok不要不要找错了 那我先把这个模组先移除好了 假设我先又恢复到跟你们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了目前 这个底下没有模组 另外一个是有这个是没有模组 所以怎么办呢 开启visual basic之后的话 请你在里面插入一个模组 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因为我要写一个按钮 所以 请你在这边怎么样 写一个sub 所以我前面讲过你可以打一个sub 通一格 那个东西要所属单位 按钮名称就是要所属单位 所以我这边sub名称也叫所属单位 Enter 好有没有 所以开启visual basic 插入模组 插入一个sub 好那再来的话能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把刚刚逻辑讲一遍 for 有没有 i 等于 意思就是说我要找的那些人在哪里呢 从第2列 到 第50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 这个回圈指的是什么 我要找的人 在哪一个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第2列到第50列 他做什么呢 就是要比对一下 比对跟什么比对呢 跟 这边所属单位里面的所有范围的人做比对 所以特别注意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呢 接下来 我会多 讲一个东西 前面没讲过的 叫for each for each for each呢 跟那个for有点关系 但差别的意思是说 for指的是你要找的列 的位置 那for each的话呢 是一个范围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找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for each for each后面 请你加一个sale 这个sale 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把 for eachsale 就是每一个储存格 in 后面in 在哪一个 什么呢 在哪一个范围 所以后面的话呢 记得 那个范围的话 因为我们在这个各单位 这个人员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是跨工作表 所以这边可能要先打一个sheets 刮符 后面 你可以打一个什么 各单位人员的 这个字串在这边 或者另外一个表达方 干脆写1就好 1的话指的是 在第2个工作表里面 的 点的话就是他的范围 叫range 哪个range呢 我刚刚有讲过 从a2 到 g 第8列 然后 后双1号 后刮5 然后把它切过来 切过来这边 其实就这个范围 a2到 g的第8列 OK 然后做什么呢 切回来 所以for each 所以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把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的资料先倒到sales 然后呢 做什么呢 比对一下 所以enter两下 打个nets 接下来做什么呢 比对 如果呢 我现在 先把这个 高明明这个资料 这里面 当然就是sales 储存格哪一个储存格呢 第i列 的 A欄 里面的什么呢 把高明明先带过来 OK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sales OK OK 这个sales指的是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这个范围的每一个啦 所以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这里面的资料先丢一个过来 然后比一比比一比 里面会不会找到高明明 会 然后 Enter两下 一样打个endif 那做什么呢 如果你比到之后的话 告诉我什么 因为我最后 一定会找到 比如一直找到高明明 那我要找什么呢 其实要找他 他在哪个单位 帮我放到这边来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他放到这边来 那 放到这边来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sales I列的b 所以其实在 所以把这个 复制过来 改个b 等于什么呢 把那个 特别注意 把许子1里面找到的东西 许子1里面 找到的那个 哪一个呢 特别注意这个时候你可以用sales sales 刮胡 后面的话呢 其实你就接了嘛 一定要是哪一列 一定要是第一列 所以我要找到了 不是 当然将来他找到应该是什么 区 2 所以 但是我不是要区2 我要区1嘛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区1这个讯息 写出来 特别注意 这边你可以 直接把sales后面加一个1就可以了 逗点之后 特别注意 你可以把那个什么sales sales指的是那个找到的那个储存格 他的 在哪一栏里面 OK 哪一栏 特别注意 区嘛 所以 后面请你加个点什么 点column COLUMN 这个column指的是呢 他在哪一栏 他回来的话呢 会告诉你说 在找到的 在这里 G 所以 他回来的话告诉你说 在第 第7 他会回来这个数字 第7栏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 哪一栏找到之后的话 OK 就把这个找到的东西 放到哪里呢 放到高明明的后面这边 就是得到这个 B栏的结果 好 那程式就写完了